李文杰去年在录好声音的视频 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我看到发出来视频之后 我没有什么惊讶的 这就是他们的作风 当时都说好声音赚一把椅子 50万 没有 前四季起码是没有的 你要想往下走 sorry 你跟他要签和约 9年 那么如果没有签约的 还能走到最后的 就是因为你的人性很高 他的节目需要你 你没有签约 就不会让你走到最后 李文杰的生气是因为周飞哥 他觉得他唱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他晋级 或者为什么不让他再PK死 是因为很简单 周飞哥没有签约 就是利益关系 你没有签约 你就走不下去 他觉得你是一个摇钱树 你来参加我的节目 你就要成为我的人 哪个最听话 哪个就是冠军 好声音只是一个节目吧 一个幌子 一个让大家消遣的节目 真的不要当真 哈喽大家好我是中文好声音第一季的学员张伟奇 为什么发这个视频呢 因为这两天刷到了李文杰 去年在录好声音的视频 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我看到发出来视频之后 我没有什么惊讶的 这就是他们的作风 当时都说好声音赚一把椅子 50万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说 没有 前四季起码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唱得好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要想往下走 sorry 你跟他要签和约 九年 跟我谈的时候 九年 那么如果没有签约的 还能走到最后的 就是因为你的人性很高 他的节目需要你 你没有签约 就不会让你走到最后 李文杰的生气 是因为周飞哥 他觉得他唱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他晋级 或者为什么不让他再PK死 是因为很简单 周飞哥没有签约 这个公司是不会 让没有签约的歌手走下去的 不会 因为没有签证 因为你到最后你出名了 你挣的钱是你自己的 或者是别的公司的 不是他们的 那么李文杰可能不太了解 你们的情况 所以才和那边的制作公司 发生了一些口角矛盾 好声音只是一个节目吧 一个幌子 一个让大家消遣的节目 真的不要当真 就是礼儀关系 你没有签约 你就走不下去 他觉得你是一个摇钱树 你来参加我的节目 你就要成为我的人 哪个最听话 哪个就是冠军 其实好声音的歌手都很棒 谁都可以逗冠军 谁的人气高 谁签约了公司 你就是冠军 其实我很感恩中国好声音 我没有抹黑他 我觉得他改变了我很多 算是改变了我人生 只是我觉得后面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假 真的越来越假 好声音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去整我 因为I told the truth 我说真相 导演的左右手说 你要马上离开 你再不走的话 我们叫保安来 从来没有听过 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话 他来抓我呀 把我要拉下来 10月14号 好声音的最后一天 录影 我们之前11号已经彩排了 我也跟子鸿说了 我的腿不摔好 受伤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边 因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轮影 已经说好了 我们也把这个X光也给了导演 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 真正的录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把折鹏批走了 我没有办法撑 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 被欺负 我是在好声音 最后那一天 10月14号 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 什么感受我告诉你 像是那种 hypothermia 就是在below forty的那种 冰雪 冷到 觉得是麻的 不是觉得 就是麻的 好 我再告诉你 我们就跟他们说好了 因为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拿拐掌 也不可能做轮椅 我一定要坚强 所以我死都要站在那个舞台 是 我去了好声音师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医生求我 不要去 因为我这个乳癌 我还是个 满轻的时间 明白吗 我也不管 因为好声音 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因为真的是爱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充满希望 爱音乐 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爱音乐 我牺牲自己无所谓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 去整我 因为 我说真相 这是事实 他们的赛子有问题 你们都让我去做 好 这个不公平 算了 我也把它吞下来 为什么 因为最后 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赛子我不去 因为赛子不公平 其中一个要走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留言 让我有点失望 是的 我一命都不要 我去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我到现在那个contract 多少钱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 我去了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好 我在想了这些孩子 无辜 突然间没有一个妈妈 我去 我去帮 多少钱我不管 I don't care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这个节目 为了这些孩子 好 我说不公道 我说这个赛子必须要改 因为这个是说不过去 对不起 她们三个导师 她们有六个 三个三个三个 我是两个 我的必须要走 马上要走一个 就算他别人在高分 这六个人 可有机会再争取这个第五个位置 我说这个不公平呢 这个说不过去 好 我给他一个建议 好 最低分的 因为是观众投票 最低分的自动淘汰 这个是最讲道理的 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他说 不可以 赛子就是这样子 对不起 瑶瑶说的 瑶瑶跟我说 这个节目组就是这样做的 十一年没有一个导师可以改变 可是我说这个是 Bruce 这个规矩 赛子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 十天录影之前都说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还不知道赛子 过几天只有赛子出来了 我说这个有问题 这个不行了 这个不对 我不说全国都会看见 因为飞哥跟哲鹏的确有人气 他们非常旺 大家都喜欢 所以怎么可能他们走 另外那六个比他们低分的 有机会可以继续 争取这个第五个 这个不叫不公平吗 那我说出来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来吗 因为那一天他们要动手 他们跟我说不客气 他们说 你低时要离开这个舞台 你知道吗 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 我现在去起立了 我告诉你 我的手术是 10月17号去开刀 把这个乳癌拿掉 可是 我真的没有停过伤心 没有 为什么 我去好声音 为了他们 可是他们对我这么坏 最后一集 我看了 我在香港 channel555 我看了 真的好像我没去过一样 我所有的努力 花的心思 一切都看不见 好像我没去 好像我随便 根本不用心 可是你知道我花多少的心思吗 我也因为这样子 我的身体把它拿垮了 我希望你们好好听主 也永远记得这一刻 我牺牲自己 为了我的工作 为了 不是为了我的工作 是为了好声音 为了这群学员 这些孩子喜欢音乐的 对音乐有希望的孩子们 不要命我也要去帮忙 你懂吗 对不起 我跟一般的歌手不一样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命都不要 我就是为了大家好 最好 最好这个导演的左右手 应该说他两个最靠近的助理 开始说 你要马上离开 嗯 你再不走的话 我们叫保安来 这样子跟一个二十八年之后 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 这样子跟我说话 我在站起来 在说 没有 这个女人要动手了 要抓 因为我感觉到她抓我的衣服 因为我是挡住脸 我是眼睛 是鼻子的 我一直哭 她来抓我 把我要拉下来 OK 那去挡 你别碰她 好 好 我马上 睁开眼睛看到那个画面 如果有人在拍 会看出来 好像 好像是 我们动手 我们没有 那只是在保护啊 因为那个女的在动手 这个你们不知道吧 也相信没有人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真相 第二次去录影的时候 这个是真相 我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好 那一天呢 开始播出之后 问题出了 为什么飞哥这样子是不公道啊 等等等等 全国支持我 98%都支持我 好 我也不太说话 隔天 他们必须要鼻子要再次要改 是因为全国全中国都在说这个事情 OK 可是呢 他们给我一个 threaten me 威胁我 好 你要飞哥有机会可以 争取这个第五个位置 要在这个回来这个舞台唱歌 你必须要写这个微博 必须 否则他就没有机会 在这样子这个舞台上 回来再唱一次 这样威胁我 因为我一直想着 他们改是应该的 全国人民都在说这个不公道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和错 我们聪明的孩子 我们有理智的 我们的耳朵不是盲目的 这样威胁我 我当然是护着我的学员 为了他 我委屈 我觉得他们改制是应该的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微博 他们的错 为什么我要去补救 不 但是 你们说服我 我必须要写 OK 好 我去写这个微博 所以飞哥有机会 在这个舞台上 再一次发挥 让大家看到他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值得留在这个舞台 我委屈了 我把这个吞下去了 我很委屈的是把它post了 10月14号 好幸运的最后一天录影 我们之前11号已经彩排了 我也跟哲鸿说了 我的腿不帅好受伤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边 你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我旁边 因为我自己撑不了这么久 因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轮影 已经说好了 我们也把这个 X光也给了导演主义 给了导演 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 真正的录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把哲鸿Q走了 走到另外一边 不站在我的旁边 我站不完 我没有办法撑 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为了漂亮 为了这个节目好看 自己花钱去买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好吗 Runway Runway Show 为了都是这个节目 他把哲鸿Q走了 我站不住 我站不住 我这一段 好我去站那一段 我站不稳 好最后 把哲鸿Q走了 我站不住 我站不住 我站得不行 你们那一天 只是回复了 电视台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 被欺负 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 怎么可以让我站在 吃亏 我的妈呀 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的 好像上天逼我 因为我最会能熬 我最要我是最拼的 我拼 命都不要我拼 为了别人不是为自己 好 现在上天逼我 我不能了 我现在连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让我最快乐的 我不可以 好 你们现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吗